我 你干吗呀 晓晓 我是路旁 你老公啊 我回来了 老公 我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孩子 你说什么 别怕啊 晓晓 怎么会这样啊 谁给你看的 让我死 我杀了孩子 我杀了他 让我死 怎么了 孩子不是自然流产的吗 不是 是我杀了他 路旁 我对不起你 我跟孩子一起死 你胡说什么呀 路旁 赶紧把他送往医院去吧 不去 我杀了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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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旁 你也看到了 晓晓他有自杀倾向 你这样做是害了他 要是你还当我是你姐的话 送他去医院 医院的人 不会对晓晓这么好的 他们会把他当成神经病的 我失神经病 我背叛了你 路旁 我给你跪下 我给孩子跪下 晓晓 晓 你会好起来的啊 快 快 让我死 我不生活了 晓晓 我死 晓晓 我是路旁啊 乖 乖 路旁 我背叛了 路旁 她已经成这样了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把她送到精神病 要是你还认我这个姐姐 现在就必须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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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希望我跟一婷一起去公外 我可以赵总 那之后呢 你们两个走了 离开了这里 我就去跟秦明昊说 我才是叶宜山 她会回到我身边吗 是啊 即使我们离开 你也找不回秦明昊 她已经成了怡婷的丈夫 你们再相爱也不能那么做 可是怡婷 怡婷已经无药可救了 我必须行动 徐安 现在我家人还有秦明昊家人 都在找怡婷 我问你 怡婷在陆鹏家到底在干什么 她在找记者 找记者 她要做什么 还能做什么 找记者曝光秦家 如何虐待她这个孕妇 导致她流产 她竟然可以做出这种事情 她不但不思悔改 还想要涉及害人家 rehell 你不要再沉默了 现在只有你能阻止她 你必须说出真相 我会为你作证 现在这里有人照顾 他一定会没事的 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 姐 谢谢你出钱让笑笑住了院 不用谢我 我马上就没有钱了 要是你还想过好日子 想给笑笑治病的话 那你就帮我 帮我跟钱家斗下去 我现在只能信任你了 姐 你放心 我路鹏就算没了儿子 没了老胖 我都会帮你的 不管怎么样 我不能失去你 我为你做什么我都愿意 好啊 其实我身边 也只剩下你一个人 我肯定没有人 还挺有趣的 看你了 在下 van 我来来了 чтоб你来 来 不是 我来 你来 你现在马上去给我找那些记者 再拍一下家暴的照片 我要让他们知道 什么叫猛亮 我知道 姐 我帮你多注册一些账号 我们自己发新闻 我就不信了一两天之内还没动静 好 路 还好有你 他们以为没有了他们 我就做不了新闻了吗 现在是什么年代 谁啊 快递 我们没有快递 路鹏 你还想往哪儿跑 你们是谁啊 我不认识你们 你就是路鹏吧 韩笑笑的男朋友 就是你 闯进徐案家翻东西 害得他滚下楼梯的 你别污蔑好人啊 路鹏 你少废话了 阎衣衫在里面吧 让我们进去 干吗 你们擅闯明日要报警了啊 报警 警察来了 我们更好说 我帮你帮 没事吧 怎么会没人 他们两个可是一起进来的 你也看到了 可是现在陆鹏跑了 找不到人呢 能去哪儿呢 医生 该不会是陆鹏对他做了什么吧 你也知道 他是怎么样的人 陆鹏不会是他的对手的 他一定躲在什么地方 心中盘算着 怎么样让自己逃离这个局面 怎么样再重新欺骗大家 也许 他现在正躲着看着我们 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 这个医庭 他到底要把事情搞多大才能助手 你说我怎么能信他的话呢 相信他跟我一起远走高飞 医庭 他们这是对谁 谁叫我怡婷的 我吗 千万别再惹出什么事来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我觉得怡婷她不会把守 我们一定要找到她 姐姐 她也叫我怡婷 她记忆恢复了 天哪 我好像想起来了 我好像想起来了 之前在楼梯间里 我们吵了架 你抓住我 我使劲挣扎 我是重心不稳摔下楼梯的 一切都是因为你 姐 早 只是什么 我还是爱你 让你伦俐 小伙伦 我们先进行 我都想起来 让我刚才 的观看 是 我都想起来 你 我刚才想起来 就不想起来 怎么起来 你 我 你 她恢复记忆 我为什么没有准备好 应对这种状况 既然这样的话 她为什么还要骗我 没有恢复记忆 为什么 为什么 她究竟在梦化什么 难道是要报复 我们跟她一起 刚刚说的那些话 你都听见了 进来 您好 在忙吗 没有 姐你有事 没事 我就是想问问 你跟医生联系了吗 你们俩都把话说明白了吗 给他打不通电话 是吗 是吗 难道 医生出了什么事 不在娘家又打不通电话 不会 她应该会联系我的 你知道吗 徐苑今天请假了 我刚去营销部找一婷 一婷也请假了 你觉得这两个人 知道一婷在哪里 我也只是猜测 明昊 你当初就不应该让奶奶赶走一身 别说了 姐 我烦着呢 一婷 你闭嘴 你什么都知道了 你已经恢复记忆了 是吗 你什么都想起来了 是吗 你为什么还装作不知道 你为什么还装成叶怡婷 为什么 我知道 到现在为止 我搞成这样 都是你 是你给我拿错剧本 还害我初播放事故 你在营销部 调查我挪用资金的事 发邮件给明昊 是你害我到这不田地的 你为什么 你想报仇是吧 说我想报仇 怎么 你还想指责我 你有这个资格吗 你是叶怡婷 我才是叶怡婷 叶怡婷 你怎么到现在 现在还执迷不误我你 一直以来 瞒着我的人是谁 瞒了所有人的人是谁 是你开车才会出了车祸 是你亲手把我送进医院的 重症监护室 是你整容整成了我 瞒着妈 瞒着姑姑 瞒着秦嘉义家人 还跟我最心爱的人结婚 你怎么做得出来 我知道你不会觉得自己有错 因为一直以来 你并不喜欢我 妒忌我 只要我越是幸福 你就越是失落 那个幸福是我的 而不是你的 我要得到秦明后 我要得到幸福 郑宇集团继承人太太这个位置 有谁不想得到 更何况那个时候医生说 你有可能永远醒不过来 既然你都享受不了 那我争取一下有错吗 我们俩是姐妹 你疯了 你居然还有脸说我们是姐妹 是 姐妹 你别再给我废话 你把我当成妹妹了吗 还有妈 从小到大 她只会护着你 你有挨过她打 挨过她骂吗 没有 一直被她打 被她骂的 是我 那是因为我听话 你不要再拿这些 不找编辑的理由当借口 你以为因为那样 你现在所做的错事 就可以被原谅吗 你知不知道 你想要的太多 犯下了大错 有什么大错 你在这里咆哮也没有用 我告诉你 我现在是秦明浩的太太 我是振宇集团的儿媳妇 我是叶依珊 叶依婷 你够了你 你给我闭嘴 你也一样 你觉得你比我好吗 你一直说你爱我 其实就是想跟我结婚 想我给你生孩子 你有爱过我 有维护过我吗 别人一直阻拦我 你也在背地里阻挠我的事业 你有为我的梦想着想过吗 你有为我想过吗 你以为你比我好吗 我告诉你 你就是个骗子 你是个虚伪的骗子 你还敢指责我 我没有错 我要得到这些 我根本就没有错 你居然还敢说你没有错 你害了我 害了明浩 害了自己 你居然还有脸说你没有错 那我告诉你 就算我们俩没有搞错身份 你觉得明浩 会守在你身边等你醒来吗 你知不知道 在你昏迷的时候 秦明浩 本来打算跟那个宋丽娅结婚 要不是我 他早就忘了你了 你骗人 我没有骗你 你不相信的话 可以跟他对峙 要不是我 带着蛇 坐在轮椅上去质问你 他根本不会成为叶一山的账目 秦明浩早就把你给忘了 叶一山永远都得不到的 虽然你现在已经不再是叶一山了 但是如果没有我 你醒来之后 第一个想杀的人 是秦明浩 而不是我 既然事情都已经这样了 你为什么 就不能好好地过下去呢 叶一天 你一点都没有悔过的心吗 我一直隐瞒着自己恢复记忆 就是希望你能够领悟到自己 做错了什么 可以好好地过生活 你别再骗我 我走到这个地步 被奶奶赶出了 都是因为你 你真的是不可理喻 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妹妹 你很痛苦吗 要是你真的痛苦的话 你应该去和 在医院里给我戴上 红宝石戒指的妈妈 还有在医院 第一声叫我叶一山的姑姑 还有你心爱的名号 他叫我叶一山 他抱着我 安慰我 还帮我找医生 修复了这张叶一山的脸 你知道吗 你给我闭嘴你 智商 智商 放开我 智商 放开我 智商 放开我 智商 你想怎么样 你能怎么样 他是我的丈夫 我跟他结了婚 我还怀了他的孩子 你以为 泼出去的水 可以收得回吗 姐姐 你作为叶一婷 都过了那么长时间的生活了 你为什么就不能继续过下去呢 你现在已经不是以前 那个闯祸的叶一婷了 你已经改变了 你在别人的眼中 已经是一个 又善良又有才华的叶一婷 为什么要打破他 你为什么呀 我审 我一直咬着牙忍着 我看着 你在我面前 跟秦明浩亲亲热热 我还在知道 所有真相的血案面前 看着你假扮成我 我心里有多黑 可是我都忍了 我为了爸妈 我为了我 为了所有人 我一切都忍下来了 你这么说 你就是不想再忍了是吧 是 我还要怎么忍 我不能看你错下去 我要保护大家 姐姐 你有没有想清楚 就算你现在出去 跟人家说你是叶一山 那又能怎么样呢 所有的事情 都回不到以前的 没有不可能的事 不管你怎么说 这一点我是最确定的 不要紧 姐姐 不要紧 不要紧 姐姐 那场事故 我受了很重的伤 你也昏迷一年了 我也是没辙 才这么做呢 姐 姐姐都这样了 你就不要打破一切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救救我吧 我求求你 我救你 让你继续过着我的生活 让你继续去回我 我所爱的人的人生 叶怡婷 这根本不是救你 这根本是害你啊 姐 我会感到 我会对所有人好的 只要 你为我保守这个秘密 如果你会改 在我刚从婚礼中醒过来 不 应该是我还躺在 整容的手术台之前 你就会改了 一天 你犯的错实在是太多了 姐姐 你不要再加我姐姐 你不要再加我姐姐 好吧 随你的便 我不会承认有错的 放弃我应得的东西 我不如去死 叶怡山这个名字 和这张脸 永远都是我叶怡婷的 回家 Riley 你冷静一点 怎么办 我救不了他 我救不了所有人 我救不了我自己 一生 都说出来了 以后就什么都不会发生了 以后 以后我该用谁的名字 再继续过人 我能用谁的 都结束了 都结束了 姐 姐 你怎么了 别抓住我 还没有结束 还没有 是我 别怕啊 走 你说他就这么突然不见了 他能去哪儿吗 从路旁那里离开 他能去的 也只有家里了 但是他知道你恢复了记忆 知道了所有的事情 他不敢回去 许安 如果怡婷打电话给你 一定要让我知道 看来你还是很担心他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还有好多话 想要告诉他 医生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向所有人说出真相吗 这我也不知道 现在我什么都不想想 连齐明昊也不说 对对对 再用点力 张嘴 好好好 好了 这么快就好了 整天干着力气活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全身都散架了 这真不是人过的日子 注意你的用词啊 孩子在哪 再说了 这是活着的本钱 你不干这个干什么 我都干这两份工作呢 又不这样爸 你别这么辛苦了 明天我再去看看别的花 不如这样 我和赵瑞啊 去那个叶家网罐唱店上班 他们那儿不正好去跟他人吗 你还想占人便宜 你怎么脸是那么好啊 你还别说 这个人呢 有时候脸皮厚点还挺管用 再说你不是说他人挺好吗 是吧 让赵瑞早点工作 万一明年考不上本科 也有了工作经验 谁说我儿子考不上本科的 赵瑞 从明天开始不要打工了 好好复习 考一个重点系 气死他 气死我 你说 让赵瑞有高学历 那也是我的愿望啊 高兴还来不及呢 行了 行了 别废话了 来 周瑞 再帮我啊 你这个自尊心 可以当钱花呀 迟早被你的自尊心饿死 我听我姐说 你跟薛安请假 都去找你姐姐了 找不到怡婷 你很释放啊 明浩 姐夫 我有个请求 你说 姐夫煮的咖啡真的很好喝 我想来杯浓缩咖啡 对 没问题 没问题 这得很好喝 好 姐夫 你找我 是想要问姐姐的事吧 很多事 跟你聊聊 你跟她聊 可能还好一些 公司已经传开了 说你要离婚 传言真的好可怕 好事不出门 坏事瞬间就传遍了 姐夫 你是默认了 那离婚这件事 是你决定的 是你决定的 还是家里决定的 明浩 拜托 说是你的决定 说你想离开怡婷 说你不想再要那样的生活 我就告诉你真相 我就帮你让叶怡婷退出 好吧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乱 我就不拿这件事来烦你了 不过姐夫你要知道 不管发生什么事 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不一定 我一直没有逃避 我一直是迎难而上的 恰恰我觉得你姐 才是那个逃避的人 你真的没有逃避吗 发现姐姐变得不一样了 你怎么做的 难道不是逃避 不是隐忍 我虽然没有结果问 但起码我知道 夫妻是彼此的依靠 我看着你们一路走来 这么多跌跌撞撞 你从来没有想要主动解决 直到现在才想拿出离婚协议书 不一定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一直想挽回这一切 我一直都在等待着你姐姐 变成以前那个演艺生 我努力过 我彷徨过 但是都不济于事 真的不济于事 你早就应该发现那不是我 对 姐姐是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 但是你从来没有怀疑过 她真的是你以前认识的叶一山吗 难道你没有想过 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你指的是 你们的那场车祸吗 不是只有姐姐经历了那场车祸 我也经历了 那场车祸事故 足以改变一切 我听懂你的意思啊 你作为妹妹 你是在怪罪我这个姐夫 没有坚持下去 你是在笑我失乱中气对吗 我当初那么爱你姐姐 我当初那么爱你姐姐 现如今要跟她离婚了 说出去 都让人笑掉大牙 可是你知道吗 我一直在努力 我一直都在想改变这一切 我试图换回我爱的那个爱丽丝 我的叶一山 可惜啊 我再这么努力 我突然发现 那是不可能的了 姐夫 你要怎么对我姐姐 你自己决定吧 喝咖啡吧 欢迎光临 是你啊 轻易在吗 在里面 我呢 我现在改变很陽 我儿子 你 Telesum 你怎么来啦 我儿子 不好意思姐姐姐 我来的时候也没跟您打招呼 其实我来 是因为我爸 轻衣 您救救我爸爸 这样下去我 我爸他会死的 你爸怎么了 他现在一天打两份工 累得要死 现在发了高烧 一直说胡话 嘴里全是你的名字 你在说什么 我现在跟你爸什么关系都没有 你叫我怎么去救他 轻衣 你是不是已经知道 我爸不是我的亲生父亲了 可是是他 抚养我长大 我很感激他 我知道你们分开的时候 他 他特别难受 所以轻衣 我求你 求你不要抛弃他 我真的还没想好 我也求你了 你别再逼我了好不好 轻衣 如果你们觉得我是个负担的话 我完全可以独立生活 绝对不会影响到你们 我可以安安静静地一个人活着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我就 我就再也不出现在你们面前 你在说什么 轻衣 我 我爸他 我爸他真的很想你啊 轻衣 轻衣 别 别看他表面上不说 他心里全是你 他睡觉 睡觉都在说你的名字 我爸他 他为了抚养我这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 他只进了苦 所以轻衣 要是换作是我的话 我总把孩子扔了跑了 我爸是什么样的人 我最清楚 虽然他坐过牢 骗过你 但他绝对不是坏人 他是好人 所以轻衣 轻衣 我求求你了 轻衣 你别抛弃我爸行吗 张睿啊 我求你了 轻衣 我 我会好好努力的 你让我留下 我就留下 我会比亲生儿子对你好十倍 好百倍地孝顺你们 你让我走我就走 所以轻衣 我求你了 我求你给我爸一个机会 张睿 你这是干什么呀 快起来呀 快起来吧 快起来 你 你 哎呀 野心 你没有自尊心的吗你 这傻瓜 真是 都说了嘛 这渴了的人会自己着急 无论如何 今天就来个了断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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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不要命啊 感冒了还去工地 我跟你说啊 你要是准备牺牲在工作岗外上 可别拉着我 建 建筑工地也 也分季节 你不知道天冷了以后 我们就没活干了 在冷之前 多赚点钱 再说 我蹲过监狱 赵睿还小 我们不可能指望他 要不这样吧 我再去帮你求求那个叶青 我求人的技术可是一流的 他肯定会答应的 你说你们俩要是结了婚 我跟赵睿不也有个依靠吗 不行 你想都别想 你不想结婚了吗 不想 像我这种求人 根本没想过要结婚 你说那叶青也是啊 和有孩子的男人结婚多好 省了自己再去生孩子 遭罪受过 别说了 以后别再提这个人了 赵妃 我怎么得罪你了 你不是为我不行吗 这是真的要抛弃我吗 好吧 随你的病 我不会承认有错的 放弃我应得的东西 我不如去死 叶一山这个名字 和这张脸 永远都是我 叶一天 叶一天 一天 真相已经揭开了 你却还要继续下去 我该拿你怎么办 怎么办 她会去寻死吗 不 不 不可能 她一定会和我继续斗下去的 好 妈 医生还没回来吗 她也没来过电话吗 她之前好像去过笑笑家 不过现在也从那里离开了 走了 你见过她吗 你怎么不把她给留住啊 她能去哪儿啊 她婆家也太狠心了 就这么不管了吗 怪我 都怪我 她 再这么生气 我也应该忍一忍的 受点委屈算什么 我该好好安慰安慰她 你姐姐就带了个手提包 你说她这几天该怎么过呀 要是走在大街上被人家认出来了 支支点点的 她该怎么办 医生该怎么办 想再做一个 millones 你听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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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她 好 霓裳姐 快吃吧 你也吃啊 弟弟 姐姐 你叫我什么 弟弟啊 你不是我弟弟吗 对 我是你的弟弟 霓裳姐 我虽然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但是我发誓 我一定会尽全力帮你 你也别怕 你就算什么都没有了 我也不会离开你的 我真的没有想到 到了最后这个地步 居然是你在我身边 那些说要照顾我一辈子的人 都不知道去哪儿了 姐 我们不需要他们 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计划 先用网络 把你的事情给炒出来 然后你再上节目辟谣 如果秦家人就此罢休 让你回家 那就最好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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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